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刀箱复杂的名品下合线都快和脖子融为一体了 合体变身 发面馒头 大眼女主这边鼻梁差点远比消失 就连上了年纪的徐都军也是一脸光滑白皙 脸上几乎临折子 修静老师年轻时饰演的慕容妇 脸上勾祸比现在还多就离谱 谁看了都忍不住求求之片方 少在绿镜上折腾 在全网的炮轰以下 片方终于下手了 后期老师熬夜反攻 只是这效果似乎有点不太明显 凶了又好像没凶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无效调整吧 反正怎么改都远不如战节拍的有故事感 男主穿着军装往来一站 完全就是荷尔蒙的代表词 要知道 陈兴旭的真实颜值超能打的 对于这样的男孩子 绿镜值得毫无必要 深受其害的还有极景一 迦南传仿佛开了十几美颜 之前新白羊子传奇播出时 绿镜开的也很强 人的五官都快看不清了 最离谱的是 法海的抬头纹都给磨没了 作为主角的鱼毛龙海发文 表示许仙的十几美颜滤镜正式下线 鱼青心同步上线 热巴在长过行李也吃了滤镜的亏 脸部都光滑到看不出皮肤纹理 死娃娃见了都要自叹不如 且近景依旧执着要把光滑度拉满 五官动了 但看不清自然的肌肉起伏 满脸为和 到了你是我的荣耀 杨杨且单人镜头 毛孔眉毛毛疏 微表情看得一清二楚 可一旦和女主同框 便痛失了她的指甲杆 有时候还能见识到这样的诡异画面 女主仿佛独自开着亮肤滤镜 隔壁男主黑成炭 说两位并非身处一地 而是阴阳两格 周上演一出人鬼情未了 我都信 片翁对美女的真实颜值 是有多不自信啊 要知道热巴的生徒 都是大杀四方的水瓶啊 不仅是热巴 投资2.8个亿的有匪 剧中女主角专享的磨皮套餐 一样被群嘲 这是女主皱眉的压子 这是她哭了的压子 泪痕都磨没了要味 任谁看了都会误以为 自己势力出小差了吧 反观以前的电视剧 即使设备受限 画质胡穿地心 皮肤纹理 自然光有 一样不缺席 赵丽颖怎么也想不到 拿手的枯息 有朝一日 栽在百万磨皮上吧 同样被高湖滤镜空的 还有杨子 陈香如谢预告中 杨子落泪这一幕 那么一大颗眼泪 活生中给磨没了 最后只留下脸 脚上可怜巴巴那点泪痕 眼泪直接消失 不知道的 还以为杨子 在那光打雷不下雨呢 还要诚意这套 快被修化没了的白发造型 很明显 后期在这里 打上了超强滤镜 是为了遮盖劣质造型 产生的穿帮痕迹 可是模糊到脸都看不清了 我们怎么可能感受得到 演员的演技呢 剧方粗是烂造 买当的却是演员 这上哪说理去啊 机智的上半场里 李嘉航的眼袋 离奇失踪 被质疑整容 逼得本人出来辟谣 是片方动的手脚 讲真 我是李嘉航 也更爱为实集新旧过 有生活感的积极 无独有偶 只是结婚的关系中 演员钟丽丽也在线吐槽 自己的卧残不见了 逼得片方不得不下场找卧残 乔家的女儿更过分 不光磨皮 还充滞着各种劣质网感滤镜 大概是为了体现 青春校园的梦幻和美好吧 这剧美颜滤镜开到了满级 荧幕上充演的物演员 五官直接变平面 只剩下一脸精致的妆容 陆寒关小彤的定情之作 甜蜜暴击 更是全剧照上死亡粉色滤镜 这是CP感不够 人工粉色泡个来测 这大可不必吧 可怕的是连年代剧都要来跟风 严妮 王彦辉主演的亲爱的爸妈 演员皮肤平滑 没有纹路 直接变身硅胶脸 要知道严妮老师私下 可是这样的 令人窒息的 还有文艺柔光滤镜 每个演员出场 自态框圈 一度怀疑自己不是绑天杖 就是被胡言使 这实景怕不是在雾霾厅里 满怀心事的摄影师 抽着烟拍的吧 还有各种出奇不异的 高级感阴森绿景 整个画风昏黄灰扑 咱不说接地气 但起码别接地府吧 看烦了吗 来点绿色呼呼眼吧 雪中汗刀醒 这部由张罗云虎君主演的 玄幻武侠剧集 从开始拍就备受关注 大家都期待能和青云年一样大爆 成为男品小说改编代表 可预告片一出 质量能不能和青云年一样 还不好说 同款滤镜倒是一路继承了下来 并且发扬光大 滤出新境界 山是绿的 水是绿的 天使的鸣是绿的 连张罗云的头发丝 都带了几次绿色 哎呀 一太都懒得多说了 大家看对比图吧 其中每个大侠 都跟没吃过婚一样 连个青菜一样绿 一副亚建康的模样 不知道证据播出的时候 官方会不会听取 网友们的建议 去掉这个多余的滤镜 毕竟这部剧还是有爆款项的 万一是毁在了滤镜上 多少有点得不偿失啊 咱也不知道 为啥每部男性像剧集 都要走绿色滤镜风 反正平台肯定不背这个锅 毕竟风起冷心 和雪中汉刀行就分输两个平台 可滤镜却是一脉相成的压屎绿 而且不仅滤镜要绿 背景也要绿 一会儿是眼眶泛绿的陈坤 躲在一片绿植中 一会儿是看不清脸的角色 站在一片绿雾中 大白天室内队一下起 从窗框投射进来的日光 都是绿色的 更离谱的还在后面 画面条这么暗 是怕我们看清楚演员在干嘛吗 讲真 非要学 学学老大哥狼羊榜不行吗 干嘛整这么都花里胡哨的 可以万不讲 这种有深度有内容的剧 根本不需要跟风 在滤镜上下功夫 毕竟剧情 演员阵容都有看点 对自己有点自信 OK 当然绿的最离谱的 还得是当家主母 也许是为了配合环境气氛 绿镜直接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 死寂沉沉 我希望天下女子 都能有一智之长 讲真 这个色调真是越看越心凉 要知道以前的电视剧里 蒋琴镜还是这样的 好看 而且好看得很清晰 皮肤就是正常的黄皮肤 还可以看到清楚的纹路 而现在蒋琴镜变成了这样 灿白的绿镜还是带磨皮的 这质感依他真心欣赏不来 同样的还有羊绒 以前的他是这样的 灵动且漂亮 有一种说不出的好看 现在呢 他变成了这样 和蒋琴镜枪头的绿镜 却让整个人感觉 他都变得死百名精神了 就算剧情过关 演员研制在线 我们也经不起这种视觉重击啊 那么放下后期一件磨皮 会出现什么效果呢 一是皮肤清晰可见 洞洞 卡粉 一目了然 代表作品斯腾 你对这个人士 已经没什么缺带了 在这部剧里 本来肤白貌美的大甜甜 竟然也有皮肤状态不好的样子 厚重 卡文 李莫科导演在打光方面并不擅长 从他指导的东宫就可以看出 那部剧的磨皮还是比较明显的 所幸剧组实力取景弥补了缺陷 到了斯腾 滤镜开响 磨皮几乎没有 导演开始认认打光 总体技术一般可顺在真实 还有最经典的《仙剑奇侠传》 唯妃和虎哥的脸上有痘痘 甚至有浮粉 却是灵气逼人 二是既真实又好看 也就是《甄嬛传》的标准 只需要入行多年的专业打光师 还有剧组肯付出时间 网剧《御四小五座》的导演龙健 之前是拍正剧的 如《灵与众》 面具等 拍此剧期间 他以正剧的标准要求 夜间用蜡烛光 展现古代的感觉 白天自然光加持 放弃滤镜 质感一下就出来了 三是演技被放大 拨一件精心的福 民国月恋来不及说 我爱你 重新活出了新高度 没有奇奇怪怪的滤镜 和高丝模糊 脸上才有了小而易见的光和影 与主微醺放红的细节 都展现得清清楚楚 爱恨情仇 清晰地体现在演员的眼神变化 和微表情里 伤害情理 没有过度的打光 更没有一件磨皮 但这一扎 还是用放得开的自然表演 让我们get到了它的闪光点 还有之前广受好频道 青年军生联盟 但凡后期加上高屁滤镜 风评都可能要打个折 话说我们有多久 没有看到这种微风不躁 阳光洒在黄色的皮肤上 光影斑驳的画面了 我们有多久没有看到 这种伤心时眼眶泛红 泪珠滑落时 清晰可见的演技高光时刻了 真正演技在现在演员 连毛孔和汗毛都在表演 怎么可能一见消除呢 全人保留了皮肤自然存在的纹理 光影下产生的光泽 以及肌肉牵动的表情纹 还有这种烟火气息的画风 和充满真情实感的演技 才叫鲜活呀 不可否认完美无瑕 饱满紧致的脸蛋是美 滤镜也不是原罪 但它绝不该成为 统治屏幕唯一的标准美 当浮化到水平已经提上来了 却因为后期磨皮调色毁了 不可惜吗 现在的影视剧越来越迷惑了 中年女星盖眼懵懂少女 大龄男星强行装嫩演少年 长得拼拼无奇 却硬眼绝世美女 长得惊为天人 却要扮丑人 不知道是导演审美不走寻生路呢 还是觉得我们都眼下心忙 之前 仪泰已经带大家盘过 这些货不对版的离谱选角了 接下来咱们就重点看看 那些长得美却硬眼丑人的 无奈瞬间吧 香蜜这部大爆剧 大家还记得吧 罗云西就是凭借润玉一角 坐稳了她古装美男的宝座 可是她在剧中的设定却是自小丑陋 面目可憎 当她一个人喃喃自语 我自小丑陋 面目可憎 她是第一个见到我真身的 竟毫不嫌弃 仪泰真的疯狂出戏 不知道你们眼中的丑是什么标准 但在我这儿 强行收罗云西眼的润玉丑 真的是有点没良心 立体而深邃的五官 如刀客腐杂一般的面部线条 根根分明的睫毛 六位下持的性眼 哪个不是恰到好处 如果这较长得丑 那请来一打丑男套餐 同样被强行说丑的还有许凯 要知道当初她之所以被俞正 从素人模特堆里看重 评的就是优越的皮像 以及过人的身材 谁成想等真出道了 俞正却反其道而行之 让她在自己的第一部男主戏 《招摇》里 饰演了一名被嫌弃到不行的丑男 好在观众的眼睛是雪亮的 从脸颊一路蔓延到手臂的蓝色印记 不仅没能阻碍许凯三番位脸 反而无形中为立成蓝这个小奶狗 增加了一些许魔王之死该有的邪气 加上这部剧的浮化也非常用心 不管是前期潦草中戴着少年期的刘海头套 还是后期逐渐成熟的竖发造型 都降低了徐凯本人短脸 带来的古装违和感 侧面突出了五官立体的优势 让人大呼离谱的还有任加伦 她在现代剧里也许没那么能打 但换上头套 绝对算得上古偶男主中的翘楚 她在《周生如故》里演的小男陈王 一身美人骨 却长相平平过目几望 就跟你 这样古装扮相 因姿勃发 既有征转沙场的沙发果断 又有白衣倾向的斯文如雅的帅哥 怎么可能让人一见即望呢 过目不忘才正常吧 文永珊在《雪中汗道行李》的设定 也是面容频繁 她在剧中演的是徐凤年的二姐徐卫雄 AKA全家颜值底线 然而原著中平平无奇 甚至能被所有丫鬟厌厌的她长成这样 明明又下又帅 美出新高度 偏偏强行平平无奇 选拳导演的审美 多少一点傻毛病吧 毛小彤在《美人如云》的《甄嬛传》里 是演的英贵人 那真是我见有脸百看不厌 也难怪剧中的萨拉格一见清新 甚至罔顾人伦 差点酿成大祸 如此柔玩可人 美貌初衷的她 在锦绣欧阳里演的李长茹 竟然是个心比天高 却滋容普通 从小到大被角色唐姐李长乐压制的角色 先看看饰演她唐姐李长乐的李心爱 不过妹妹自小在山野长大 看到野花更亲切吧 五官是好看的 但总有一种网红感 反观毛小彤 秀气精致的面庞 大眼睛灵气十足 完全就是无点美人的标准模板 这样的毛小彤 站在李心爱身边 不说咽压 但绝对是不输的吧 到了现代偶像剧 微微一笑很清诚 毛小彤饰演女主角被微微的室友二喜 二喜是一个性格爽老 热心善良的女孩 她有些男孩气 却是个乐天派 但在设定中 二喜却不是一个靓丽的女孩 甚至有一幕 她也被几位美女奚落 嘲笑她长得丑 有一说一 毛小彤的长相 要比这一位美女好看得多 尽管为了剧情需要 导演给她安排了一个又毛又黄的短发 但依依就挡不住她的清纯可爱呀 与毛小彤一样 言毕毕无奇的还有张家妮 古装神话剧《千古绝尘》中 周冬于挑大梁 饰演了仙气飘飘的上古真神 西梅西演小嘴巴 说她是小家避遇没问题 但要演上古尊神 实在是少些气度 更离谱的是 为她作配的是演员张家妮 饰演的竟然是一个 出身低线的杂毛凤凰 要知道张家妮可是穷女郎出身 这样一个眉目含情 气质绝成的大美女 却要在周冬于面前 做出自卑的腰团模样 还因为出身 容貌等因素 被其他人击凌 看起来真的很出息好吗 演习功率里 拥有清国清城之貌 却绅士凄惨 从会鬼觉得顺平 才对得起张家妮的绝世容貌吗 平平无奇古天乐 容貌丑陋讲 前进的段子 想必大家都有所耳闻 接拍原刀弯刀时 古天乐还没沉迷美黑 见没心目 朗月入怀 简直能无法闲接 所有武侠小说里的绝世美男 可贪眼的魔教传人丁鹏 却是个长相频繁的路人脸 剧中有这么一幕 一个真路人 站在丁鹏身后 指指点点 嘴里还说着 可是看他的样子 平平无奇 没什么特别 身边一群吃瓜群众 连连附和 好似被议论的对象 真是路人甲 然后镜头一转 直接给白骨 来了个怼脸大特写 高速的鼻梁 满脸的胶原蛋白 暗含兴芒的双眸 就连胡茶都为他增添了 不少成熟男人的魅力 如果这都是路人脸 你让真路人怎么活呀 而蒋晴庆在风云里演的 第二幕就更加离谱了 角色设定是因为 内力相冲 而面身红斑 导致毁容的女子 照了轻柔似水 灵气逼人的蒋晴 进来演也就算了 所谓的毁容 竟然只是在脸上 画了颗粉色小爱心 咱就是说 这个小瑕疵 不仅没有折损她的美貌 反而增添了别样的风情 然后拥有爵士美貌的蒋晴庆 在剧中频频强调 自己毁容了 无言见人 终日戴着面纱 就连心爱的人 近在咫尺却不敢相认 是因为我的相貌丑陋 我怕会吓到你 这怕不是反向营销吧 无独有偶 蒋晴庆在海上乌云记里 演了万千的姑姑 正是一个风华一世 只得最新诠释的可悲皇后 她在剧中说 自己犹如粪土一文不齿 我不过是一个没人喜欢 容颜老去的女人 单个台词倒也没啥毛病 只是此时的蒋晴庆 虽然说年岁渐长 没有年轻时的灵动和僵硬 可保养得宜 更是多了几分岁月成天的大气 说没人喜欢谁会相信啊 要说武侠剧 真的很容易出现这种bug 找一堆巨男美女 来演长相平庸的角色 比如雪山飞狐狸的成林素 在金融笔下 就是个容貌平平 肌肤枯黄 连有菜色的农村平女 可影视形象 却一个比一个惊艳 龚森版本就被奉为白月光 她肌肤圣雪 柳眉穷目 面似桃花 一双大眼睛 更是灵的像是有心形 说是群傲剧女主 也毫不违和 这到底哪里像面黄激瘦的小肚妞 主流龚慈恩 李嘉欣也曾演过 成林素 这版本浮花道 倒是挺符合农村贫女的 只是这360度无死角的美貌 咋看也不是面有菜色 肉貌平平吧 有是钟悟宴 无是下营车的俗语 大家应该听过吧 钟悟宴是历史上有名的成女 而在电影中 这一角色 却找来了气质特别 长相英气的郑秀文来演 电影里钟悟宴被施了法术 脸上出现了一大块红斑 容貌大大折扣 老实说 就算脸上有这么大的瑕疵 郑秀文也绝对不算是貌弱无言 类似的情况也出现在韩雪的身上 两千零今年播出的 《聊斋之一》二支燕脂中 24岁的韩雪 饰演女主角燕脂 她与姐姐燕霞相依为命 共同经营着一家酒楼 天香楼 姐姐燕霞因为长得漂亮 被誉为金城第一美人 而胭脂因为脸上有一块红色胎脊 变成了金城第一丑人 所以她自卑到 不愿意去前厅招呼客人 只想躲在后厨钻研厨艺 但这颜值 燕丑女真的浪费了呀 金城第一美人的妹妹 是金城第一丑人 还是聊斋之一二 央制系列的男主 是颜音宽饰演的饿子川 她与胭脂姐妹出狱时 被误会是小偷 但胭脂心地善良 见饿子川没有去处 恳求姐姐让她留在酒楼 等参加了科举考试下离开 姐妹情深 姐姐答应了妹妹的请求 但是私下跟妹妹说 看这个恶子川 张头鼠目 目光不定 啊 这 剑膜脸 其身天涯四眉 榜单的古装男神颜音宽 在咽下眼里 竟然是个相貌丑陋 神情狡猾的坏家伙 颜音宽 六百二十九万分次 表示不服 在立板笑傲江湖中 吕宋贤百令狐冲 长身玉利 剑眉心目 狮气满身 最为人津津乐道 但是东方不败 初见她时 却是嗤之以鼻 一番打量后说 我还以为是个英俊非凡的少年 原来只是平平无奇 看东方不败的表情 就知道她有多不屑了 老实说 吕宋贤这个条件和平平无奇 多少还是有点差距吧 话说回来 长得一般演美人 和长得好看演丑人 也不全是演员的锅 导演和制片方 也要负一部分责任 希望未来剧组 还是能按照演员本人的条件 分配剧本吧 观众总被代表审美 也是很累的 你还想看哪些有趣合集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告诉孙仪泰哦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到 就分享这里了 如果喜欢孙仪泰的视频 就请多订阅关注 孙仪泰每天会更新 精彩有料资讯哦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